猪磷,一个天生就痴迷于黄金的生物 但对于任何其他物品也是照烧补物 就是这样一个日常和我们做交易的邻居 你对于他有多少了解呢? 小时候我请热爱生活 大家好,我是一位孟宣 而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猪磷的冷知识 本期的主题需要感谢这些小朋友的留言 如果你有想了解的物品生物冷知识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下方留言甄选 对了,再看这篇期望大家点一个免责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这是猪磷的模型 有多少人在第一次看她的时候 把下面两个圆圆的地方当成了眼睛 上面其他元素看成了朱莉的帽子 把她直接当成了一个小萌妹的样子 结果是我们想错了 那只是她的鼻孔而已 以至于无法再正视她的真实样貌 也只是因为朱莉娜特殊的模型 官方为她的头盔定制了特殊的纹底款式 因为适配朱莉娜宽大的头型 属于是MC生物最高的待遇了 在肩膀中有一个特性 就是耻辱的朱莉是一个独特的变主 这并因为着他们就算没有努力 也可以射出戒 像是法术攻击一样凭空召唤 所以转变到天生守持金剑的朱莉这里 如果给她安排了弩之后 就直接丧失了攻击方式 而转到家伙伴们的朱莉就看起来聪明多了 他们不仅可以主动捡起盾牌 甚至带有Fly标签的朱莉 还可以捡起翘翅 直接在空中飞行翱翔 有些中关于朱莉还有许多实用的特性 当他们站在同一个方块上时 你只需要用一个心灵 就可以和全部朱莉做交易 而且只要在此过程中反复推动心快 即刻做到疯狂打断朱莉交易的后扬 你的频率越快 她的交易速度也会越快 除了这个显为人知的特性外 在朱莉副手持有盾牌时 击杀她便会掉落双倍的盾牌 但这个仅限于盾牌显然不够待机 所以你还可以在小朱莉残血时 认给她金定 以及你想要刷的物品 接着一刀收割 她便会掉落两份物品 妥妥的高效刷钻石神器 综合上述特性 你便可以打造一个高效的交易机 一组金定 便可以换多个交易物品 而且这些交易都是一瞬间快速获取 不需要任何等待时间 妥妥的便宜高效 但今天只是速度快 并没有达到我们的目标 这台机子唯一的缺行就是会消耗金定 所以我们想要的完美交易模式是零元购 然后经过我们的改造 只需要在最下方装收一个金柄回收装置 即刻试验交易的过程中回收金定 重新再来一遍 反复无限交易 最终达到我们的终极目标 凌晨们高效无限刷取物品 众所周知 朱林平时最喜欢追杀游猪兽 并且在成功击杀过后 还可能出现跳舞的彩蛋 这个彩蛋在家伙伴们为十分之一 而在界伴们则为七分之一 虽然平时总是朱林追着游猪兽满大节的跑 但这群家伙也是一群气软拍影的玩意 一旦游猪兽的数量变多 就会出现反K为主的情况 一群游猪兽追着一只朱林跑 就是这样一对相爱相杀的好兄弟 朱林在小时候却会主动骑成游猪兽 而且同一只游猪兽上方 最多可以承载三只小朱林 僵尸猪兽也就是朱林的变种 只要它在主世界带满300游戏克后 就会自动转换 有一个隐藏的小彩蛋 就是变成僵尸猪兽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切换到它的第一远程视角 就会发现猪兽在变种过后 会有一个长达10秒的范围效果 而且僵尸猪兽最有的来源 其实是下界塔的僵尸猪人 不知道有多少玩家还记得这个历史遗迹 而最离谱的就是 这个来自于地狱的家伙 虽然在刚推出来的时候 不仅怕太阳还惧怕火焰 虽然它们从来不主动攻击村民 但是如果它们击下村民 也会将其感染成僵尸村民 属于是生物界的跨界班公了 众所周知 朱林对一切带有宝箱金色的物品都十分敏感 哪怕是运输船上放的宝箱 也足以引起朱林的暴动 所以对付它 我们需要做出一定的技巧 你可以选择在探索朱林堡垒时拿上漏斗 直接放在宝箱下方 就可以不动声色地转移宝箱中的物品 而且朱林不会有任何的应激反应 如果你看到它有暴动的行为实在不爽 还可以选择用指令没收它们的工具 然后光明正地打开宝箱也不会有事了 好了 那么关于朱林的冷知识已经交给你们了 这个免费赞当学费不过分吧 讲完了 那我们就下期见吧 拜拜